哈喽,大家好! 歡迎來到943人生小居場 我是翰軒 不曉得這個星期大家過得好嗎? 在今天呢 翰軒為大家邀請到了一位好朋友來到節目當中 這位好朋友呢 他可以說是才華洋溢 因為呢 他不只是在音樂上面 他學習得非常非常的專業 而且呢 其實在行政方面 我也覺得他非常的厲害 所以呢 這樣一個文武兼具 然後才貌雙全的人 到底是誰呢? 我先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他是我的好朋友 他叫做許可 哈嘍,許可 哈嘍,漢軒 哈嘍,大家好 是,那今天邀請到了許可 他的名字真的很特別 就是那種演出許可 或者是得到許可的那個許可 對,一開始我認識他的時候 我還說 他叫許可 這是綽號還是名字這樣 你說異名字 對對對,我以為是你的異名這樣 很多人問過 每次只要知道這個名字的時候 我就會說 欸,是異名嗎? 我就會立刻拿我的身份證出來給他看 哈哈哈哈 是 然後我就想說 喔,這個許可 他是什麼東西都要經過他的同意才可以這樣子 那今天為什麼會邀請到許可來到節目當中 其實是因為我最一開始認識他的時候 我知道他是一個會拉小提琴的夥伴 然後呢,我們是在一個就是戲劇的培訓的一工作坊裡頭認識的 然後在那個時候他就用了他就是非常非常亮的眼神在告訴我他自己看到的東西 他想說的故事 然後我就覺得他是一個好特別的人 因為就我自己對於音樂 學習音樂的夥伴的認識 其實很多學習音樂的人都會比較封閉一點點 因為其實很多的時候我們在練習啊 或者是我們在家裡頭 我們自己在拉琴的時候 那是自己一個人 關在自己的情房裡頭去做的事情 我們比較不會去跟其他的夥伴一起去做接觸 可是在那次的分享在互動的過程當中 我就覺得 許可是一個很不一樣 然後他願意跟別人分享的一位夥伴 一直到幾年之後 他又開始變得更不一樣了 因為他去做了不同的學習 然後他去有了自己的工作室 去做了這些事情之後 今天我就想要邀請他來到節目當中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學習音樂 學習這些不同的領域 在你的生活當中 其實你的故事 我相信一定可以帶給我們的聽眾夥伴 很多不一樣的想法 那這一開始我就想要請許可來 跟大家簡單的來介紹一下你自己好不好 你大概是什麼時候開始學習 比如說學習音樂 然後開始喜歡這件事情的呢 其實我從小就 我媽媽就有邀請我 他不是用強迫的 他是用邀請問我說 要不要接觸一下音樂看 那其實小時候看到我哥哥 其實我跟我哥哥是差很多的 我媽是逼我哥哥學音樂的 但是我不是 所以我小時候看著我哥哥在練音樂的時候 其實我有點恐懼 但是到後來之後 我媽竟然邀請我 用邀請的方式來 問我要不要學習小提琴的時候 一開始我是不接納的 那直到後來我就好像可以試試看這樣 那就是剛好找到一個非常好的老師 那這個老師我常跟我的朋友講說 我在啟蒙老師 基本上就是讓我坐在他的身上 然後軟來軟去 然後基本上一個小時的課程 我只上了20分鐘 可是老師就是陪著我玩陪著我學 然後我記得到了國中的二年級以後 我才開始進入一個正統的音樂教育這樣 那進去之後就開始讀音樂系 在那個台南家專 以前的台南家專 現在是台南英勇科技大學的七年一館 那就正式開始我的音樂之旅這樣 那其實後來會轉成行政工作 其實在家專這段時間有非常非常大的一個轉折 因為其實家專的教授 他們常常都會做很多的音樂會 那這些音樂會的幕後 當然需要非常多的學生來幫忙去做他們的一些工作人員的事情 所謂的雜物 或者是分配時間等等這些事情 就是我們在幕後常常會做的事這樣 那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們就漸漸的學習到了這些事情 然後也不知道有一天會有一位 其實對我來講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一個人 他是台南 也是台南英勇科技大學 也在台南大學任教以前 現在他已經移民到新加坡去了 他是陳嘉明老師 然後有一天他從新加坡打電話來給我 他說 許可我很希望有一天能夠邀請一個樂團 然後來到台灣 然後這個樂團是我現在正在參與的一個樂團 然後他在新加坡是專門在演出一些電影配樂類型的節目的一個專門的樂團 然後他的曲目都跟我們一些古典的不一樣 他是很新的一個東西 然後配上電影配上螢幕等等之類的 那我那一天開始老師就請我做了一些企劃跟一系列的行政的東西 其實以前做的這些雜事跟這些行政企劃的東西 真的是沒有辦法畫上等號的 因為完全不同性質的東西 等於說我在那一天開始我學到了一個新的技能 像是立案 像是創立一個團隊 像是寫計劃 寫企劃 申請經費等等這些事情 或者是跟一些局長 詢問他們有沒有什麼計劃可以去參與這些事情 那這個老師就是帶著我這樣做 做到我現在可以創立我自己的一個工作室這樣 那也是一樣在進行一樣的這些行政類型的事情 但是就是相信這幾年的學習有讓我成長許多 其實我覺得學習音樂對於做藝術行政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最大的原因是因為你可以知道音樂家他在想什麼 但是他用什麼樣的心態在演奏或者是完成這一個演出 然後你也可以知道他想要的sense在哪裡 所以其實很多音樂家如果配上一個是學音樂的音樂行政的話 那或者藝術行政的話 其實他們會很放心跟很安心 因為他知道每一個步驟你知道他要什麼 他不需要多說 他也不需要太多的煩惱說 天啊我現在要練琴我現在要練唱或者是我等一下就要上台 那不知道後面的人會不會幫我準備好什麼 甚至是說我今天要唱歌怎麼會幫我準備一個炸雞腿便當呢等等之類的 對對對我覺得這些是我們學藝術相關來做藝術行政非常大 對我們來講是非常大的好處 所以後來我才會選擇想要做這條路這樣 是那我就想要再問一下許可是說 從剛剛我們在講到說這個學習的過程 然後到老師給了你一個很不一樣的轉變 當你去走進這條路裡頭 其實走到現在大概多久的時間了 這樣初估算一下大概是四年多 大概是四年多 那中間有停一段時間去整理自己 然後跟確立自己要不要去真正的走這條路 對大概成了一年多吧 然後讓自己去沉澱自己 然後去想確認這件事情 然後我才真正的往這條路 但是在確認往這條路走的時候 其實我自己在演奏跟音樂上面 也是有繼續進行 因為我後來還要再去修一個 室內院合作的一個碩士學位這樣 我想要請你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在這個 我覺得是你自己一個修煉的過程吧 就是你自己在沉浸下來 然後你自己在想 你未來的路要怎麼走的時候 其實你選擇了一個 我覺得還蠻特別的一個碩士的科系 這個科系再一次跟大家來介紹一下 叫做士 這個科系是我們國立台南藝術大學 鋼琴合作藝術研究所 然後我在這裡面是分到室內樂演奏組 那其實那時候會報考這個戲所 其實我在大學的時候就一直覺得說 我們台灣在室內樂演奏上面的課程 都是在大學裡面的音樂系裡面的 附屬的一個課程 他並不是沒有一個真正的主修課 來修習這一個專業 那其實我覺得這個專業很重要 是因為我從小這樣學 學習音樂的路程上來 其實我看到很多人都 一直把自己關在琴房裡面 要嘛動載六小時七小時八小時 那在這裡面 他們的音樂非常的如火純金的技術 但是缺乏了跟人合作的一種火花 我覺得這個音樂上面呢 我覺得在最早期音樂發展出來的時候 其實是一種語言 是一種節奏一種語言 那這樣發展到現在 我覺得它還是應該要有一種語言的成分存在 那如果你一直把自己關在一個空間裡面去練習的話 我覺得它是沒有辦法生成一種溝通的效果的 對它的音樂裡面就是只有你一個人 它並沒有任何的火花 所以後來認識了這個所 跟認識了裡面的所長之後 其實跟他在考試前有聊了許多關於 這個是室內樂的一些過程 練習啊等等之類的一些專業 那後來決定報考了 就覺得說在裡面可以學習到最大最大 就是我剛剛所謂的溝通這件事情 還有跟人合作 樂器跟樂器之間合作的一些巧妙的連結 那要怎麼樣在最快的速度裡面呢 去達成這件事情 所以這兩年裡面 我覺得除了在樂器上的精進 合作上的精進 在跟人與人之間的溝通上面 我覺得也有學習到非常多 我覺得那是一個在你的生命當中 去累積的另外一種不同的基礎 對 然後在這個溝通的層面上面 我其實把它用在藝術行程上面 然後跟不同的音樂家 跟不同的藝術相關人才 在合作上面其實就比以前 合作起來會覺得愉快很多 會發現說自己的成長 跟自己的思考方式 跟自己的溝通方式 都已經成長許多 那跟人合作的時候 也會變得更不一樣 我覺得也因為這個樣子 所以你自己就開始更確立的 自己喜歡這件事 然後你想要把它 投入到你自己的工作 在做未來的職場上面對不對 沒錯沒錯 所以呢 接下來我們就想要請你來跟大家 介紹一下 你自己來做的這個工作室 它的名字是叫做 KP 藝術管理與行政工作室 是 KP 藝術管理與行政工作室 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你自己的這個工作室好不好 其實我想要跟大家講 我的這個工作室 並非是一個營利的工作室 它是非營利的一個工作室 然後主要是在推廣音樂 那推廣什麼音樂呢 就是我們我自己的這個團隊 會去找尋一些我們在地的文化 藝術的元素或者是創作者 或者是作曲家等等之類的 或者是已經在台灣生根許久的 音樂家來做合作 然後幫他們出專輯 然後或者是辦展演或者是錄音 然後保留這些聲音下來 然後來推廣 那我們推廣呢 我們其實不是把它每一場演出 都是在非常大的演藝廳去做演出 我們主要是希望說 讓這個音樂可以非常的在地化 不是說local的在地化 是它讓每一個人都可以 可以有機會跟有 可以去嘗試跟去聆聽聆賞 這樣的一個氛圍跟這樣的一個環境 希望把音樂帶到我們社區 帶到我們人 每一個人的生活當中 然後變成是一個 我們希望在未來可以變成是一個 像國愛一樣 就是走到街上 就是有音樂熏陶的一個文化的這種感覺 非常的希望可以在未來 有達到這樣的效果 因為偏古典一點點的這種類型的音樂 其實大家都會覺得說 這個就是要去音樂廳啊 然後穿的飄飄亮亮 正正式式的 然後你才可以走進去這個音樂廳 然後去欣賞這個 像我們這種俗人沒有辦法了解 沒有辦法做 所以我們還結合了一些 就是關於解說式的音樂會 從最初跟最初階 然後到了進階版的這些講解 然後讓觀眾可以 step by step 然後慢慢的去了解 這個一些音樂歷史啊 跟一些我們想要表達的一些東西 或者是在地音樂家想要表達一些東西 讓他們先了解 然後再來聽音樂會 才可以讓這個音樂進去他們的心中這樣 然後可以真正的喜歡上這件事情 而不是啊 我只是來聽一下培養氣質的 嗯 對 是 那麼我就想要來問問許可是 那真的從一開始 從你決定要去做這件事情 然後一直到現在 這一路走過來 有沒有一件什麼 讓你印象很深刻的故事 或者是一個很特別的經驗 可以跟我們的聽眾夥伴來分享一下呢 嗯 其實我會有這樣的一個想法 其實是來自於我的俄羅斯老師 那我的俄羅斯老師 他其實是一對夫婦 嗯 然後兩個都是俄羅斯人 嗯 然後我的老師是呃 女生 他是女老師 然後他的先生 是一個今年76歲的俄羅斯人 嗯 還在拉琴 拉中低血 那前陣子呢 其實我有幫他做了一張專輯 當成是他的70大歲的生日禮物 嗯 那那個為什麼會想要做這張專輯呢 嗯 然後也是我覺得在近期 我覺得非常有意義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剛剛有提到 是希望把在台灣生根的這些音樂家的呃 聲音保留下來 後人可以繼續聽到這樣的一個好聲音 那為什麼要幫他保留這個聲音呢 呃 我在跟這兩個老師學習的時候 其實我只跟女生老師學習 就是他的老婆 嗯 學習 可是他的先生常常都會 在我上課上到一半的時候 酷酷酷 小們姐 說你怎麼會這樣教他呢 你怎麼會跟他說這不對 這個不是傳統的東西 你要告訴他真正傳統的東西 你要告訴他對的東西 所以他們兩個就開始起爭執 然後起完爭執之後 他們就會找到一個平衡 然後兩個一起告訴我說 欸我覺得這邊應該要怎麼做比較好 這邊應該怎麼做 好特別喔 對所以他們兩個其實都有 都算是我的老師 常常會發生這種事情 嗯 然後有一次呢 這個呃 我說的男生老師他叫法利德先生 法利德先生就告訴我 說虛克在未來 意思說我不知道能在台灣待多久 或者是我也老了 我不知道還有多少的時間 那你一定要記住老師跟你講的一句話 以後你要把這個音樂 在台灣裡面傳下來 為什麼要這麼做 因為我在俄羅斯這麼長的一個歷史 他們是一直在傳承音樂文化下來的 可是在台灣我好少看到這樣的事情 那既然你有在做這樣的一個工作室 你一定要把這個東西音樂傳下來 於是他就用了一個非常低價的錢 賣了我他就是手傳的 就是他老師傳給他的一台小力情 他說這台小力情就是地價賣給你 然後那這把小力情希望你在未來的時候 如果說你的學生或者是有人需要的時候 你也可以以出借的方式去借給他們 然後去做推廣音樂這件事情 讓更多人知道就是台灣有人在做音樂的推廣 然後把音樂古典音樂這些事情慢慢的傳下去 跟接下去 然後這個歷史當然不是馬上可以看得到 但是有人如果繼續在做 一直在做一直在做的話 那未來台灣的音樂環境會越來越好 跟越來越棒 然後他就是有交代了我做這件事情 所以那個時候就是在做行政跟推廣音樂的時候 一直有想到他跟我講的這些話 所以到前三年的時候才決定說 幫老師出一張專輯 然後用他的聲音跟用他的琴聲 來推廣這張專輯 然後推廣他 他所要告訴我們學生輩的這些音樂的一些故事 他的經歷等等之類的 對 那這張專輯也很特別 我也是請了一個剛從俄羅斯留學回來的年輕人 那這樣兩個世代不同的音樂家 所合作跟共鳴出來的音樂 那不就達到了他想要的傳承的效果 對 所以我覺得這張專輯其實是對我近期來講說非常有意義 跟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我真的覺得在聽到這個故事的時候 他是那個畫面是莉莉在目 而且那會讓人起雞皮疙瘩 對 你光是看到他就像一個爺爺 他就像我的爺爺一樣 他用非常緩慢跟非常慈祥的 就是講話方式來告訴我這一段話 然後讓我在未來做音樂推廣這件事情 永遠都記在心底 真的 我覺得那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傳承 傳承 好的 那在剛才呢 介紹了這麼精彩 這麼動人的故事之後 我就想要請問一下許可是 能不能跟我們來推薦一下 你們工作室裡頭所做的音樂 到底是帶給大家什麼樣不同的感受 有沒有一段特別的音樂或故事 可以跟我們一起分享呢 在2020年就是去年 我們年底的時候其實 本來要辦一場比較偏大型的音樂會 然後專門就是要演 我有一個非常要好的朋友 他叫做林明儀 然後他是台南在地的作曲家 那他做了幾首非常有意義的曲子 那其中一首曲子就是 也是想要透過這個電台來告訴大家 推薦給大家來聽 其實這首曲子的創作背景是非常有意思的 這首曲子呢 他是林明儀在聽了 就是習慕容女士所做的一棵開花的樹 這個詩詞 然後後所靈感 然後聯想到的 然後把它創作成鋪去出來的一個音樂 那裡面其實講到非常多 習慕容在寫這一個詩裡面的一些背景 那其實裡面詳細的故事 大家應該在國中都有聽過嘛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放下 跟不要去太過於拘膩一些事情 然後可以放下 然後往前看 這間一個故事 那其實裡面非常的淒涼 然後也非常的美 那這一次這個創作呢 他是以他的背景的伴奏 是鋼琴五重奏 來幫一個小提琴獨奏伴奏 那這個曲子 本來是要在魏武營去做演出的 那後來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在這個演出 後來就被迫取消嘛 但是基於一直想要 我們本工作室一直非常想要推廣 在地音樂家的一些音樂 所以後來我們就去找了 台南的微光錄音工程的工作室 然後去談合作 然後並跟可乘科技啊 還有輔助建設這樣做合作 然後去錄製出來這樣的一個單曲的專輯 然後將這首曲子收錄在一個單曲專輯裡面 然後在2020年的年底發行這樣 其實應該說沒有發行 就是放到那個網路串流平台上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去聆聽的話 其實可以都可以到我們的那個串流平台上面 各大都有 是 那我們今天呢 就很棒的是我們有這個機會 跟大家來分享這個音樂 那我們一起來聽聽看 不是真的嗎 就是了嗎 我是有這個不安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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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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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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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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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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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